虽然彻底解禁了 邓立军来大陆开演唱会 却迟迟未能成行 所以邓立军一辈子有一大遗憾 没有到大陆来开成演唱会 那么邓立军和这个大陆歌迷 好长时间存在着这一条轰沟 绝不仅仅是文艺上的 所说他是谜谜之音如何 这个事情呢 我们要从这个1979年说起 很多了解邓立军的朋友知道 邓立军那个时候有一个污点 假护照事件 那么1979年的时候 邓立军要去日本 可是呢台湾护照到日本不好使了 不能入境了 为什么呢 79年那个时候呢 中美已经要建立大史级的外交关系 美国即将要和中国台湾断交 而且那个时候 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回归联合国了 就原来台湾在联合国行使那些主权 都归到中华人民共和国这边了 所以这个时候处在一个特殊的敏感时期 台湾上下对持有台湾护照这事都特别敏感 问题是当时拿着台湾护照 东南亚日本呢 很多地方都去不了了 拿别的国家护照去这些地方不方便吗 邓立军就办了印尼的护照 被日本海关没收查获 然后拘留邓立军 最后又把他驱逐日本出境 你没拿台湾护照居然拿印尼护照去糊弄人家去 台湾上下很多人很脑洞 压力空前的大 邓立军没办法直接去了美国 那么后来他是怎么回到台湾 台湾上下包括官场对他都很脑洞 后来邓立军为了回台湾和台湾当局达成了一个协议 叫劳军议演 就是邓立军到台湾的这个部队去做议演 劳军 所以邓立军当时呢 不要报仇到台湾军队进行一演的时候 他获得了一个永远的军中情人这么一话 而且现在还留下一些照片 邓立军穿着台湾的军服 站着和士兵合影啊 或者摆泡子等等等等 但是呢 幸运的是呢 这个时代是往前走了 他不会往后看 所以一点点解冻开放之后呢 邓立军中国化这些东西 终于成为大陆歌迷心头的一个最爱 所以我们今天呢 能够听到邓立军的歌 能够和这个海峡对岸的同胞 坐在一起聊邓立军 怀念邓立军 其实是我们赶上了一个无比开明的时代